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美股之前经过连续三到四天的暴跌 也破了前波的低点 在今天的凌晨总算是直稳下来 但是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当然市场都在等 都在等台北时间是礼拜四的凌晨 就今天的晚上到过夜之后的凌晨 联准会的升利率到底要升几码的一个决策 之前联准会的说法都是说要升凉码 但这一次似乎有点改变他的态度 似乎就是并不排除可能要升到三码 所以在美国市场的预期当中 预判说六月份要升三码的几率已经过半 过了五成 也是造成这波就是美股 棒棒棒棒连续三个跳空缺口一路灌到破底 最主要的原因 但我昨天我也说就是说 不管是最后是升两码也好 或者升三码也好 那这三四天的大跌破底 其实就是在反映这个东西 所以确认升下去 就这一波我认为反映完毕 就是利空出境 那那个行情它就会做一个适度的反弹 但是后面还是要升 这是一个不真的事实 所以你说要反弹到一个非常大的幅度 当然也有限 但是呢 可能短线的一个低档就在这边 那雅谷今天也就跟着 出现一个比较直稳的走势 那韩国日本是往下 恒生上海是往上 台股呢 早盘最多涨59点 那目前录影时间13点 就1点的32分 那我不确定是最后反进来了没 目前是小涨2点 小涨2点 所以台股也就是说 跌下来之后呢 开始就是亮所 都在等就是美国的升息的一个决议 那我的结论就是说 升下去就是短线的利空出境 那之后应该会有一个小波的一个反弹 但是因为通膨真的非常的严重 所以市场对于美国的利率的终极率的目标 可能已经调高到4.5%的预期 所以说未来还要继续升 那如果说每次两码两码的升 它可能升息的时间要拖得更长 或者是如果说你要压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达到那一个终极的目标利率的话 每次升息幅度可能会更大 这个就是今年要面对的一个事实 那影响 就是说市场一直有资金被抽搐 所以股市乘要量就越来越小 那以今天来说 最后一盘跳进来了 最后一盘干下来 变成跌48点 那乘要量2,230亿 这个量几乎成为常态 常常看到不到2,000 超过2,000也就2,300、2,400 所以这个量就成为常态 所以在一个低量的架构之下 当然这个市场它就不会有太大的行情 这是第一 那对电子股非常的不利 就是说因为电子股它本身 本一比高对利率敏感 所以当利率往上 电子股的本一比就会被压缩 这是第一个 所以升息对电子股不利 对科技股不利 然后去年因为种种因素 疫情什么的 所以电子股非常的好 所以基息高 今年很多库存很高 报价往下跌 会衰退 所以电子股也辛苦 所以升息也不利电子股 极其高也不利 然后成交量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电子股又需要庞大的一个成交量 所以它吵不动 所以今年的电子股会非常的辛苦 除了极少数 那基本面非常强硬 而且有非常大的爆发力的 比如说金利科 当然其他股票还有 那有提到我们再来讲 大部分的电子股 我认为今年都是辛苦 所以大家要先去搞清楚 大概今年的趋势方向是什么 大环境是什么状况 那你才会很有sense的 就是说OK 假如我有200万要来股市 我有500万 我有1000万 我有2000万 我有5000万 你先搞清楚整个市场的状况 趋势的方向 钱会往哪边去 你才知道说 你的钱应该放在什么样的方向 你才能趋吉避凶 才会赚钱 讲白就说你才会赚钱 所以电子股今年选股 要非常的精准 那很多电子股今年 我认为都会很难做 然后电子股的量小 它吵不动 所以资金可能就会找出口 所以这几天 我们陆续在买生计股 因为生计股 它的紧续循环 跟电子股完全不同 完全不搭钢 电子股今年是下息 生计股它有 它自己的紧续循环 今年会有很多的公司 会有一些 拿药证的题材 就像比如说药华药 去年拿到药证 这两个月的营收 开始开出来 从之前 五六千万 挑到一亿三 三亿五 三亿四千七百万 表示那个药开始销售 所以股价一路的喷 喷到今天最高488块 像这种股票就说 其实它不用太多的量 而且它也不受紧续循环的影响 电子股再烂也跟它无关 市场的量少 对生计股的影响相对小 所以当电子股它很难做 很难做很难做 法人不管怎么买都买不上去的时候 最后他们还是要找一个出口 所以现在有一些声音 就已经开始转向生计股 因为生计股它有它的题材 而且有业绩的确实也不在少数 筹码又轻 相对位置也不高 又不是说每一档都跟药药一样 所以这边就会造成 生计股有可能成为 今年的台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流 我认为现在才刚开始 所以我们开始再往这边做布局 当然电子股我们还是会做一个 均衡的一个布局 就是要买都是要买是不是最好的 比如说金利科 尖尾盘虽然说稍微压下来跌5块钱 但其实这也就是大概1.1%的 稍微量缩的回档修正 今天的量 869张 昨天是1913张 稍微回档 一下一下量马上缩到一半 筹码极为安定 这一波事无破竹的一路过关展架 从527的礼拜五开始起涨 涨6.5% 376.5 之后就一路走高 386 389 411 408 420 439.5 449 然后442 440 又来到449 然后到昨天最高452 尾盘压回 然后再拉尾盘收一个小小跌 而且我们昨天在430块买进 当天买进 当天又赚了十几块钱 然后今天量缩一半 尾盘稍微压下来一点点 但是跌幅只有大概1% 跌了5块钱收437 也都在我们昨天买进成本的上 股价沿着五日线 做一个上扬 现在在这边稍微横盘一下 因为这两天盘也差 它的逆势已经相当厉害了 我一直在说 最近其实前两天 一度的量增逆势向上 那个如果不是说盘给你跌个什么300多点 我认为可能早就喷上去了 今天全市场都在等 所以金融科也就稍微量缩等一下 看看联总会最后的一个升息的状况 这一波是从295涨到452块 总共涨157 看起来很多 但实际上跟过去的几波比 以前第一波是从200涨到615块 涨了415块 总共涨超过200% 两倍 你买100万可以变300万 那一波 就很可惜 来到615的新高 遇到飞腾的事情 也跟他无关 被带赛打到162 然后再强力反弹到433块 一波又涨了271块 那一波后来涨到484 才又进入下一次的回答 回到286之后 那一波再涨到540 又涨了254块 所以前面的几波 都是涨250 270 410块 这次涨157块 其实跟前面几波涨幅 都还有蛮大的一个差距 然后我最近我说 就是说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月线 季线 半年线 年线 全部都站上去了 目前是沿着五日线 做一个最详细的整理 越电越高 均线上面都没有 都没有所谓的压力 这根4000多张的量 是发生在 开放信用交易的那一天 报了123456个月 半年来的最大量 底部报最大量 前面更大量的位置 是在540的位置 所以上面压力 就是540的前高 除此之外 前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压力 我想量价结构告诉我们 就是如此 然后6月份 真的可以期待 有权力线的路障 所以6月份的营收路障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一笔 如果顺利进来 它后面是要去不可产能 产能不可下来之后 准备投产 然后就可以算说 大概是比如说 第三季底或者第四季初 就准备要量产交货 那以所谓的IC设计的这个产业 其实我们在这个操作这个族群 真的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那真的非常有经验 通常这种IC设计的这种产业 在市场不会太差的情况之下 法人只要确认说 哪一家公司的新的一个订单 确认已经不可多少的产能 可能增加三成五成一倍两倍 然后不可之后 其实这时候股价都会先动 不可完之后 如果说顺利开始投产 股价大概就大涨就波了 所以当初四星从300涨到700 其实大概就在涨这个阶段 后来回到400 一路涨到1000块钱 就是不可产能 然后投产 后面量产交货 已经说蹦蹦蹦 一路开出来 股价就上千了 所以通常在这个阶段 股价就会动 因为市场实在是太差 但它也是逆市 非常的强势 所以9月份应该是乐观可期 重点是 只要这个路障 代表后面可能就要进入到投产的阶段 然后 全力金也不会只有一笔 可能未来6月7月 可能会有两笔到三笔 不同的暗指要路障 所以营收再来可能就是 越越走高 那积极向上 所以股价看起来就是 也没有什么太多回答空间 虽然说已经涨157块 但其实相对前面几波 涨250 270跟410 这边我认为都还不到这波真正的满足点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就是说你有持股的 你就耐心的暴劳 盖牌暴劳 等待所谓的主身段的喷出 如果你想买的 盘式也不好 你也很犹豫 到底要买 能不能买 买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你想买你就来找我 我可以带你再买在一个最精准的一个短线的买点 比如说昨天我们买430 上礼拜五买是427 目前为止都是赚钱 或者你有持股 你想要知道就是说 那我6月份正好是怎么看 7月份的目标价又在哪里 年底会有多大的空间 如果你想知道目标价 你也可以叫我的line来留言 你可以留言经历科加联合电话 联合电话很重要 我们才找到你 那你就可以得到经历科的短线的一个最佳买点 当那个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同时你专人同时 那你也可以得到6月份7月份 或者年底的最新的经历科的目标价 对大家在波段操作这档 未来可能好几倍的股票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是经历科的股份 然后我们最近也陆陆续续 就是说把一些资金就转到所谓的生计股 那今天早上呢 我们在178到180的时候 买进是743的合一 好像最高来到186 一买就赚钱 那尾盘有些卖压 压回到180块半 那大概就在成本上面一点点 至少买了就是说 不会亏钱 不像很多电子股一买就套 一买就套 所以这个资金的走向你会发现就是说 电子股怎么上去就有卖压 上去就有卖压 常常很多股票都在破底 生计股最近是越电越高越电越高 其实那代表资金的方向 正在发生改变 那为什么要买合一 因为第一股价在绝对低档 我想这很重要 因为就是说 行情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我们总是要买在一个相对低档的位置 相对安全的位置 这波从338打回到165块也是腰斩 那目前股价在过去 这半年多的绝对的低档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那旧公司的一些申请药证的进度 那中国药证跟美国药证 极有可能都在近期会传出好消息 因为其实都已经进行一段时间 都有机会有好消息 那刚刚有讲股价在绝对低档 所以这个不是但你买 就是说药华药已经冲到快500 500块钱它有可能会再涨 但它是在一个绝对高档 这是在一个绝对低档 但利多可能将要出来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电子股真的太弱 所以当资金也不够 电子股你也拱不动 一堆套牢筹码在上面 反而买上去就被市场卖下来 反而现在也是做得很辛苦 所以电子股你搞不动的过程 市场资金会寻找一个出口 那升级股其实它的位阶也相对低档 比如说核一位阶就很低档 然后像这样的升级股它不用太多的量 它就可以滚得动 所以只要电子股的相对少的成交量 升级股就会活蹦乱跳 所以升级股将有机会在电子股弱势的过程 傾身而出 那核一的部分股价是一个绝对低档 近期可以期待中国跟美国药证 很有可能会有进度跟好消息 那如果真的好消息确认的话 股价可能就是跟药花药一样一飞冲天 以前核一也是非常厉害 这个我就不用多说 那核一比较贵 昨天我们有布局一档 又有几块钱的升级股的最强的标股 6XXX 昨天涨大概3.2% 我发现这个今天是涨3.2% 来到一个短线的新高 那我说它是升级股的最强标股 未来是药华药第二 这个都是有凭有据 不是说不会化华 因为它的癌症的新药预计 在8月初会拿到美国的药证 因为美国FDA已经查厂完毕 做最后的一个审核 那照进度来说 没有问题 6月初就是拿药证 拿药证之后就准备要在美国销售 那以原厂来说 这一款药在美国的原厂 一年销售金额是上看30亿的美金 美国 就美国而已 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随到未来5年的目标 当新药在美国上市之后 5年药销售8亿美金 平均每个月大概是4亿的台币的营收 那以药华药来说 营收这两三个月才刚冲出来 从1.3充到3.15 才冲出第二连续两个月的3亿多 股价已经涨到快500块钱 那这档股票未来业绩爆发力不输 药华药 但股价只有六十几块 人家是快500 这时候六十几块钱 所以还有六倍的价差 所以我说这个未来就是 药华药药第二 药华药第二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知道 金利克的目标价 或者想要来买最新的 生计股的标股 欢迎大家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 Stamasker或者桑牌QR控 加入之后留人正一加联合电话 就可以得到最新一档 生计股的全新标股 药华药第二 等会我们再聊 小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今年的股票市场 跟去年大不相同 面对一个高通膨 进入一个升息的循环 称腰量比去年少了三分之二 剩下三分之一 科技股又在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基期的位置 那今年很多都是衰退 成长的像金利克的这种股票 算是相对少数 所以选股变得非常的重要 电子股可以买 但是要非常的精准 就像金利克这个样子的股票 但是有 但是会相对少 那生计股有不同的循环 所以也不用那么大量 它有可能成为今年全新的主流 所以我们会分成两边来做一个布局 那我们有布局一档 你说创新高 业绩创新高的金平股四叉叉叉 五月云收创了历史的次高 六月份持续进入旺季 会挑战历史新高 那有一个秘密武器是新冠PCR的晶片快塞 那这个速度非常快 五分钟就可以验出你有没有 这个新冠是不是阳性的 而且是PCR 这个不是一般的快塞 它是PCR的快塞 那这部分已经送台湾的卫福部做认证 上礼拜就送了 预计前后大概十天的一个审查 如果没有问题 会拿到台湾的EUA 那就准备要上市 台湾目前据我了解有两家最大的金元厂都已经跟它下定了 只要拿到卫福部的EUA就可以要出货了 所以七月份如果可以顺利出货 营收会暴冲会冲得更高 那一样股价位在绝对的低档 就跟何一样 股价位在绝对低档 上涨空间超过四成 超过四成 然后除能的小金银股 昨天尾盘大涨 今天稍微拉回 那股价是开始电高 准备要再冲高 除能电池客户都是国际大厂 微软 Amazon 脸书跟台湾的台湾电等等 那这种除能 节能是全新的趋势 本一比都是二三十倍上 今年要赚超过三块 股价只有四十几块钱 所以就说合理股价都超过三成的空间 所以这个都是在 比较偏电子这一边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那除了合一的生计股之外 我们有布局了一档生计最强的标股 那6XXX 股价有几块钱 今天涨大概3.2% 我说未来它就是所谓的药华药第二 因为它的乳癌的新药 已经完成了FDA的茶场 预计8月初拿到美国的药证 那准备新药 就准备要在美国上市做销售 那这一款药原厂一年在美国销售 就有30亿的美金 那未来五年 它的目标销售是高达8亿美金 平均一个月会有4亿 就比现在药华药的3.5亿的营收来得更高 那不一样是药华药快500了 480了 它只有六几块钱 所以这个股价只有人家六分之一不到 这比价空间太大 未来就是所谓的药华药的第二 所以当电子股在休息的时候 开始挪资金去买升级股的标股 未来我认为升级股会越来越热闹 所以欢迎大家来加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 或者是扫描荧幕前的QR Code 加入之后只要留言正一 以及留下你的零用电话 就可以得到最新一档五年新的标股 最新的升级股最强标股 6XXX要华第二 祝大家收顺利 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线线评估并次负投资风险